明天基本上 大概应该是是是这样的状况 那应该基本上明天 一般考试会有 两组题目 也就是梅花座 你跟你旁边的应该是不一样的题目 那基本上有可能是 第一类比较难加一个第二类比较简单 或者是第二类难加一个第一类简单 那这个当然是随期的 他没有一定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掌握这个要诀了 我讲过就是说 无论如何 70分跟100分 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 你至少有一题简单的话 你那一题一定要 最好看50分全部拿到 那另外一题如果会一半的话 其实 加总起来也会差不多是 最少也会有70分 所以明天的考试 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放弃 你有bug的话 没关系 反正你暂时把那个bug先 让他可以walk 那个部分的分数没有没关系 其他分数一定要有 所以你记得你再算一下 那我讲过就是说 最后呢 那个评分老师 他就是会看一下结果 也就是什么 去评分的 就看那个参考画面上面的那个值 他会key看看 你可以把那个表格里面看看你有多少分 反正你加总起来 如果有 有70分的希望的话 那你就要奋战下去 一个小时应该很快 很快过了 如果你再算一下70分其实就可以了 你就拿到 java的证照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应该 掌握要诀的话 应该不会太难了 对各位来说 那因为这个是实用级不是专业级 如果专业级的话 那真的就很难了 好那 java我觉得这个这个 因为现在 对java的需求只会增加 会减少 好 那对于 microsoft的单内测 我倒是比较抱 抱持的那个比较悲观的态 因为现在 我早期也是写单内测的 以前也是交单内测的 可是现在 要学单内测的越越少 除非说那个 这个网页方面 那个asv.net 比较多一些些 其他好像就比较少 好像那vb.net 现在几乎都没有 没有太多人 想要想要去 学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只剩下 旧的东西继续维护 新的东西都比较没有 OK